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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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抓我 张志武 我们是陆军部军法处的 奉命行事 站住 走 张正武 错错了 我 我不是张正武 那你是谁 我是罗文参议员 你不是刚从酒馆里出来吗 从酒馆出来的都是张正武吗 你自己看 对不起 罗文参议员 来人 在 给罗参议员放心 是 把证给我 把证给我 有你们这么抓人的吗 是是 真是疯了 走 田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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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罗文 太好了 你在这 你怎么了 我刚去过你家 我回头再跟你说 你要抓尽时间 停个头 马上走 陆军军法处要抓上正武 跟我来一杯水 水水水水 拿水来 来来 喝水 用棉花麻 拿棉花来 老王 老王 你快去 你快去 快去 哪家伙跟我走 田小姐 这军法处的事情不能管啊 你敢小心不算什么 这样 我知道 我们兵分两路 你抓紧时间不要耽搁 我去联系几个参议员 明天就对陆军部提出质询 那要不行就回我家吧 陆军部的事情不能插手啊 别把了 老王快走 你们快去 你也小心 小心啊 老王 快点 沫儿 有货子了 把整个一板都给我留出来啊 沫儿 有什么好货子 你等着我吧 老王 快点 我等你到节稿为止啊 小伙子 你别走啊 陆军的事不能管哪 管了要惹祸的 你们是记者 你们要不管 老百姓怎么知道事实真相呢 你不能却去了要点事儿哪 不却不却不却了 老百姓 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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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游戏 人游戏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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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我是时报记者 我要继续采访 这是军阀处 没有上风的命令 谁也不得入内 不认 陆军总长令 查前胡卫军 督辅军务长张振武勾结叛匪 破坏共和 娼妍不轨 只属民国之公敌 着急军法从事 以敬孝由陆军总长段祺瑞 请问小姐贵姓 时报记者 田墨 报告总长 是田小姐 是 遵命 我可以进去了吗 老王 谁啊 端总长特批田小姐入内 走 老王 快 快 老王 快照 干什么呢 我们采访的 不准照相 我们是采访的 已经经过段总长的批准了 不行 你们段总长 允许我们采访的 不准照相 老王 快照 快照啊 老王 少跟我废话 你别拦着我 快照 我们是经过段总长批准的 不准照相 老王 老王 你快照 快照啊 老王 你别拦着我 你别拦着我 不准照相 你别拦着我 你们段总长允许我们进来的 正好 老王 不许照 放开我 别拦着我 真不愧是金国英雄啊 别拦着我 快照 老王 段总长 中华民国 新闻自由 田小姐 可你别忘了 在这儿是我给你的自由 总该领个情吧 领情 要不是我给你方便 你能抢得到这第一手资料吗 我希望田小姐告诉公众 陆军部在这儿执行的是公务 段总长 你们就瞧好吧 老王 快照 好 诸位从这张图片上不难看出 当时张政武将军惨遭杀害的场景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形下 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手段 就秘密枪决了 太残忍了 太惨无人道了 更为惨无人道的是 被害人的嘴伤被勒上皮带 根本没有为自己身边的可能 诸位内阁成员 总理大人 总长大人 一个共和援军就这么被杀害了 这种藐视法律草菅人命的做法 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无法做事 因此我们提议 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全体议员 请国务总理陆征祥 陆军总长段祺瑞 接受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的质询 老徐啊 你是我时报的老人了 我也真舍不得你走 可是现在你说这报界竞争得这么激烈 有了能干的新人 我总不能不留吧 是不是 我这也是没办法 明白明白 我看您哪 最近很疲劳的样子 是不是 我这不是已经腾出地儿来了吗 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呀 我给您讲 我说 你是明白的总编地 找我们总编 不是找您的 是找田墨小姐的 看娘子 她要把田墨挖过去 告诉她 田墨不在 不 跟她说 想挖我的墙角啊 见她的鬼去吧 我们总编说 让你见鬼去吧 好了吗 妈 我帮你 不用 不用 来了 我帮你 不用 你越帮越乱 不用 你不用 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好不好 那 那我干嘛 去给客人沏点茶 好吧 看见了吧 这张邮票 这就是大清国 头一张发行的邮票 头一次 恐怕 你不知道 这还是袁大总统 他呀 亲自发行的 不不 那个时候 我跟田墨还到美国参加 妈 瞧你这笨手笨脚的 我不是有意的 来来来 别扎着手啊 我来 小心 妈 我来我来 妈 你做菜去吧 来 好了 妈 这个东西呀 可是相当值钱呀 你看 中间一条盘龙 这就是大清的盘龙票 上面写着呢 大清国邮政 面值呢 四分 当年呀 发行了好几张 我呀 全有 那小伙子 是你什么人呢 什么什么人呢 不是去报社送信的吗 胡说 深更半夜的 他怎么不到别的报社 专送到你那去 妈 我不是记着吗 你就蒙我吧 这是两分钱面值的 这个呢 是一分钱面值的 这儿呢 还有一张半分钱面值的 半分 这半分的呢 是在本省通行 这一分的呀 是临省通行 这两分的呢 全国都能用 这四分的贴上以后啊 就能把信寄到国外去喽 这能寄到国外 哎 现在呀 民国成立了 这个袁大总督呢 变成了袁大总统了 这已经改朝换代啊 我这邮票是翻着跟头往上张 我呀四十块钱都不卖啊 我爸呀 就是喜欢这些封建的东西 哎 你这个丫头骗子是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就喜欢这些封建东西了啊 我这是哦 这这这 这这这这话怎么说啊 那叫经济头脑 哦 那叫经济头脑 您真是有经济头脑 得了吧 真是有经济头脑 真路军部滥杀无辜 我看您一点都不关心 倒是这封建的邮票啊 我看您每天都要看一次 杀几个人算什么 你爸这一辈子 光看菜市口杀人都看无数次了 现在我看这民国好多了 也看不见菜市口杀人了 伯父 民国时候杀人 是要依据法律的 我这个女儿啊 偏偏法呀法呀 哎 这听沐儿说你是学法律的 那我问你个问题 你说是权大呀 还是法大呀 哎 当然是法大了 当然是法大了 你们呀 还是年纪小啊 这法律呀 从来也斗不过权力 爸 您说的 那是封建社会 可现在是民国了 封建也好 拿着 民国也好 都是有法的 那可是大不一样 这法呀 是有权人定的 有权人呢 今天定了这个法 明天呢 又定另一个法 用这个法去反对另一个法 你说 这权大还是法的 民国时的立法权是在参议院 参议院不是人吗 参议院是立法机关 罗文 你说不通我爸的 他老人家呀 只要他的大龙邮票升职 其他的呀 一概都不管 君教臣死啊 臣不得不死 这什么朝代都是一样的 爸 那你的意思是说 张政武将军是原始凯下令杀的 事实上是陆军总长段祺瑞 这不明摆着吗 段祺瑞他敢擅自下令杀人 他是北洋的人 要没有原始凯的旨意 段祺瑞他敢杀人 你们呀 还说我糊涂 我看你们呀 才是真糊涂 末儿 我觉得伯父说得有道理 这一定是原始凯搞的什么阴谋 不然的话 段祺瑞怎么那么容易 就让你进入杀人现场 还让你拍照 还让你采访 是啊 我怎么那么傻 当初 我怎么没想到呢 末末 过来吃饭了 好 陆军部杀人 国务院可知 参议院资请国务总理陆征祥先生 陆军总长段祺瑞先生 于本日下午三时立院接受质询 特此通知 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 陆正祥不就是让你去谈一谈吗 你怕什么 大总统 这去参议院的滋味不好受啊 你站在那儿 这面前全是爷 咱就跟三孙子一样不好受 不好受啊 你慌什么呀你 我听说你一直住在医院里 是 就我这身体 那你就回医院 再仔细调养调养 多谢大总统 来人哪 把临时约法拿来 大总统 你们拿到了 拿到了 这第一张是总纲 全是虚文 别看的 看第二张 第二张 总共十一条十七款 有没有军令不准杀人的条款 第二张说的全是 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义务 没有这一条 那就看第三张 第三张一共是十三条 二十五款 讲的主要是参议院的权利 那参议院的权利当中 有没有限制总统杀人的条款呢 有没有 没有 好 那就好好看看第四张 这第四张 是讲我这个临时大总统的权利 我是有这个权利的 没看出来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二条 临时大总统 统帅陆海军队 对了 统帅军队 靠的是什么 一个赏 一个罚 罚就是惩罚 也包括杀人 对吧 所以呢 你陆军部按照我的命令 去执行军法 一点错都没有 相反 是参议院 他给我拿耗子多管闲事 大总统英明 咱们干嘛不让参议院管这闲事呢 他不管这闲事 忠厚长者黎元洪 怎么丢人现眼呢 大总统 下午 我去参议院接受质询 我把黎元洪的密店交给他们 让参议院去对付黎元洪 不忙不忙 在世人眼里 他黎元洪比我重要的 忠厚多了 咱们也要做得忠厚一点 我说过 这个案子 是咱们干的 可最终 是要给黎元洪立案 咱们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我们不想 也不愿意 把黎元洪给抖了出来 这一点照实告诉黎元洪 你们俩记住喽 这个信息 一定要传达给黎元洪 好了 要让她知道 这脏水 最后一定会破坏到她自己身上 可这不是咱们自己愿意做的 咱是让人给逼的 给谁逼的呢 咱是让人给逼的 给谁逼的呢 参议院逼的 我愿是开始保她的 我愿是开始保她的 大总统 想让黎元洪成为我们北洋的人 至少 不能让她成为咱们的敌人 太厉害了 chnitt人 徐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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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请继续 诸位刚才都听到了 段总长说了这么半天 无非是想解释 军令杀人无措 可是你不要忘记 中华民国是法治之国 任何命令都不可以杀人 只有法律可以杀人 不然法律的威严何在 罗参议员 张正武是军人 军令就可以杀他 无需要法律 战时或许可以 和平时期 绝不容许 临时约法中 并无战时或平时的规定 你让我这个总长 如何证别 杀人不是小事 杀一个共和元勋 更是天大的事 段总长不会不知轻重吧 这份时报 刊登出了你陆军部诛杀 张正武将军的命令 我用放大镜仔细观看 在命令二字旁边 还有四个小字 遵照办理 是啊 我请问段总长 这是你的批字吗 不是 我想也不是 你既然亲自下了命令 又何须再写遵照办理 那这是何人的批示 为何你的命令 还须另外批示方才执行呢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我再说一遍 我这是执行命令 谁的命令 谁能命令总长呢 谁能命令总长呢 是 陆征祥总理的命令 当然不是 内阁总理是无权下军令的 那 能够命令你这个陆军总长的 恐怕只有一个人了 统领全国军队的海陆军大元帅 袁世凯大总统 速进 速进 国参议员 请继续 议长先生 本议员提议 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先生 接受临时参议院的质询 张震武以小学教远赞同革命 提议以后充当居务司副长 虽为有功乃护权劫打 桀骜自资 父母构将吞食巨款 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 人心惶惶 朕武暗山将校团乘积辞辞 今更捕获军事勾结土匪破坏共和 昌谋不轨 郎子野心欲揭欲立 卯正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 借报馆之余阳以演其凶横之计 无恶人民旭败天赐 然余孽虽奸原怼未田 当国家未定之秋 故不堪重刮再摘 以宵敬习城之性 又岂能千地为良 袁洪爱既不能 人又不敢 回肠荡气人质俱穷 夫妻将张振武立于政法 一招窘戒 希望你们常来坐坐啊 我今天向你们透露一点秘密 这大总统府呢 很快将出台一个规定 总统府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 向记者开放 另外呢 我还特别聘请了 泰晤士报的英国记者 莫里逊先生 当我总统府的新闻发言人 你们都是同行 好沟通嘛 可定啊 召唬大家坐呀 请大家入座 请大家入座吧 好好好 我嘛 说句心里话 我是不想这么做 诸位想啊 黎元洪副总统给我 个人发的密电 我怎么好 功不于众嘛 再说了 他对我是千叮宁万嘱咐 不让我泄露密电的内容 可事情闹大 你说 我能不服从临时参议院的决定吗 啊 元大总统 就是以这种方式 来接受参议院的质询吗 我一个人到参议院说这说那 说不清楚啊 看 诸位 这就一目了然了嘛 可这些密电 并不能成为大总统命令杀人的依据吧 命令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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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罗参议院 你就抓住这句话不放啊 是法律抓住大总统不放 好 那咱们就说说法律 诸位都知道咱们有一部临时约法 对吧 法律规定 本大总统是陆海军大元帅 可以向军人发布各式各样的命令 可那里边并没有不准我命令杀人的条款吗 诸位想啊 我是大总统 李元洪是副总统 诸位你们想 一个共和国的副总统 向我一遍又一遍 可以说是连篇累赌地说 告诉我什么呢 说是共和国身边有一个敌人 诸位 你们说 我应该怎么办 我是慎之右慎 连续发电报 找他要证据啊 诸位 你们都看到了 这不来了这么多证据吗 大总统 请允许本报记者提一个问题 对不起 小姐 今天是本大总统和临时参议院的对话 好 说吧 军法处在枪杀张政武将军的时候 我正在现场 我亲眼所见 军法处在行刑之前 只向张政武将军出军了陆军部的命令 并未出具证据 证据是以后才到的吗 那总统大人是承认自己先杀人后取证了 总之 是有证据的 这有什么区别 恐怕是大有区别吧 大总统 法律杀人也好 命令杀人也好 都需要先有证据 嫌疑人在证据面前伏法 这叫法律制裁 无凭无证杀人 这叫草菅人命无法无天 先杀人后取证 这叫权力蔑视法律 大总统的骨子里面 还是权大于法吧 我看 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这法律杀人也好 命令杀人也好 这毕竟不是一回事 大总统在大清的时候 习惯了人质 所以蔑视法律也不奇怪 照你这么说 本大总统是无法无天了 不 总统大人是有天无法 因为您认为您自己就是天 所以自然就无法了 你是什么人 时报记者田木 我们要见大总统 原同统现在不能接见你们 我们要见大总统 现在有记者在 我们现在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我们现在不能进去 我们要见大总统 快点快点回去 大总统 快点回去 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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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总统 我们都是革命军人哪 大总统 大总统 我们都是革命军人哪 是 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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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办法免死牌 对 什么呢 免死牌 你们懂上吗 免死牌 那是过去皇帝才颁发的玩意儿 现在是民国 民国是法治之国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功人员犯了法 与庶民同罪 好 好了 大家站一站 让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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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 老王 从这边站 我知道 你们都是革命功臣 人民是尊敬你们的 不过记住 尊重法律 就是最好的免死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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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子 的确有错 但错不在一方一人 黎副总统 已经有了一部临时约法 但条款并不完善 至少还不细致 日后需要进一步的法制建设 总之 本大总统愿意接受教训 希望当权者都要以此案为戒 也希望此案成为日后参议院 大王 进一步完善法律的依据 便坏事为好事 可定啊 大总统 好 张震武将军的遗体 隆以革命功勋之礼 灵鹫遗送 武汉安葬 外报的 外报的 离岩红有私无功 卖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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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恺有天无法 民国急需法治建设 卖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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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岩红有私无功 原始恺有天无法 民国急需法治建设 真无啊 无常手艺 你我向从换蛋 公生不正 恩师借一 借 童骨骨肉啊 少女之世 难物 何切呀 何切呀 难道 我去 我去 你 你 你 我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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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 你 你 不甘考慰啊 生乏有苦你的劳母 以后我来颤养你的子民 以后我来培议啊 张政武将你就是没死哭 也让林元洪给哭死了 随子之日 孙头 随先生来了 随子 孙先生 黎副总统 你们究竟搞什么民堂 我 我问你 不光你一个 还有袁世凯 一个大总统 一个副总统 你们究竟搞的是什么民堂呢 孙先生 冤红冤屈啊 要说冤屈的是张政武 民国法治还不完善 否则 你们两个总统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孙先生 我被袁世凯玩了 是你们玩弄了共和国 好 共和国才成立多长时间呢 连续发生了三件大案 迁都闹成了兵变 搞得生林涂炭 行政两次倒戈 第三届内阁 尚未重组 你们就杀了张政武 约法 约法在你们眼里算什么 狗屁不辱 孙先生 我们到尔都督府去谈了 我不去你的都督府 我要去北京 孙先生 先生不能去啊 为什么 先生 你没有一兵一卒啊 你怕袁世凯把我杀了 不能不防啊 姓胜的共和国 由着你们这样去搞 用不了多久 就会摇折在摇篮之中啊 快 这边 这边 别打了 好不好 我打不动了 全让你喊跑了 全让你喊跑了 这下满意了吧 我都快累死了 我不打了 看你那样 说好不打了 一 二 孙先生就要来了 袁世凯一定是兔子尾巴尝不了了 是吗 我们出来打猎的 不是谈这个的好不好啊 孙先生这次来啊 将要成立国民党 国民党在未来正式国会中 占了多数席位 以他的威望 内阁必将成为国民党的内阁 诺文 你怎么搞的嘛你 说不说了 你不管我了 你说 不说什么了我就说 我走了啊 我可疼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你走吧 好 有本事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一个人待着 就会参加决筑 好 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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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淹死我 快快快快来来来 来 一起 你不是说吗 你为什么不管我 你接着说呀 不说了怎么啦 那你就在那儿待着 走 我 全让你搅了 好兔子 好兔子 别管兔子啦 来 我跟你说啊 我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就是不承认 我是宪政专家 我当然懂 你就是不承认 孙先生到时候一定会参加角逐的 到时候 不管谁组成了内阁 不都在制定宪法吗 对啊 你连这个基础常识都没有 还给我争什么 什么呀 有了宪法以后 不就首先要选举正式总统吗 我说到哪儿错了 我觉得我说得一点都没错 罗文 你说什么了 我觉得到时候孙先生一定会参加 正式的总统竞选 不会的 会 不会 你打赌吗 你敢不敢 打赌就打赌 你赌什么 要是我输了 你往这边债 我就把我给你 要是你输了 你就把你给我 别害怕啊 行 没问题 不许再出声了啊 走 好啊 好啊 你 你 陷害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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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太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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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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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紧了 嗯 多精神哪 是吧 好啊 好看着呢 挺精神的 穿上好看吗 好啊 傻不傻 不傻 傻不傻 傻不傻 不傻 傻不傻 傻不傻 真的不傻 真不傻 我看 我看 我看还是算了吧 痛了痛了 好好好 算了算了算了 我看我还是 穿我的马褂吧 好啊